哈喽大家好 祝大家2021年快乐 那么今天这个影片呢 就要带大家参观我的家 也同时是我的工作室 那么这个其实已经是我第二次拍了啦 上一次拍已经是三四年前的事情了 那个时候我的工作室是在沙拉月 那么我其实也因为拍摄工作的关系 我也帮来KL这里 在这里生活了两三年了 那么其实我在KL也有住过其他的地方 在前几个月的时候才刚帮来这边 那么为什么会帮来这里呢 其实有两个原因啦 第一就是我想要我们的团队 大家都在一起这样工作的时候比较方便 然后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之前是住空多 空间有一点小 然后我就需要更大的空间去拍摄这样 好 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进去参观 走 Let's go Ok 那么从外面进来 我们就要先消毒手 然后这里就是斜除啦 然后我们这里也有挂了几幅简单的话 摆了一些简简单的东西 就整个看起来比较简单一点 然后我们就来看这里 这个地方呢我就觉得有一点奇怪 因为你从大门开门了进来 你是可以直接看到这个洗手盆的 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很奇怪 很不美观 然后这个空间呢 就是我之前的有一部作品 我们就是在这里拍的 这里就是厕所咯 像影片里面就这样 在厕所没有什么特别啦 就是这样有没有什么东西看 然后这里就是Roland的房间 那么我们就不方便进去啦 OK 这里就是我们吃东西的地方 也是朋友每次来我们的家 我们都会一起在这里gathering 一起玩ball game 那么在这道墙我们就挂了三幅画啦 我不懂这三幅画会不会奇怪啦 至少Roland整个东西不会这么单调啦 比较有层次一点 那么这个家呢其实是租的 不是我买的啊 必定是租的嘛 我就没有去花很多钱做专修啦 所以整间家就看起来会比较简单一点啦 我们就只是 呃 翻家具咯 自己简单的布置一下这样 OK 我们现在就来到客厅 客厅也是简简单单啦 我们就放了沙发 然后放了咖啡桌 然后我们也在这里铺了地毯 这样我们坐着看戏的时候会比较舒服啦 脚可以这样啊 搓一下 然后后面呢我们就有放了两只Rilakuma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影片的话 你们就会看到这两只Rilakuma 其实出现过在我的影片很多次了 因为Nikki她本身是很喜欢Rilakuma的 所以之前我就去买了这两只Rilakuma送给她 Denis你买的 Denis买的 是吗 然后我们也买了50寸的电视 for我们这个客厅的size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电视的大小刚刚好啦 不大也不小 然后这里我们就有放了一粒speaker 然后这里也放了PS4 之前我都是在客厅玩PS4的啦 只是自从我买了PS5过后 我的PS4就升回程了 为什么我没有把PS5放这边呢 等一下你们就会懂啦 我会带你们参观一个房间 然后大家可以看底下这里 这里就有发现了很多漂亮的装饰 这些都是我从日本扭蛋机扭回来的 这里咧这三个厨是我们从IKEA买回来的 然后我们就自己装上去啦 主要就是放blog game啊 放我们的照片啊 放一些装饰等等这样子啦 那么从客厅走出来就是我们家的后院啦 我们偶尔会大家一起在这里BBQ 一起吃东西一起来聊天 我觉得这样子蛮舒服的啦 OK CUT 我老热到要死 OK我们下去来看这里 这里就是厨房啦 没有什么特别啦 就是和一般家的厨房一样 那么在厨房的旁边 还有一个小房间 来来来来来 这个小房间呢 就是我放了所有的器材的房间 那么如果没有这些器材的话 其实我就不能够拍这么多作品了啦 这些器材都是我的宝贝来的 从我一开始做YouTube 从一开相机 就慢慢累积到现在这么多的器材 楼下大概就是这样啦 大家都已经参观完整个楼下了 那么其实这家有三楼 我们现在就带大家参观第二楼 OK那么从楼下走上来 旁边就有一个房间 那么这个房间就是我和Nikki的房间 欢迎 这个房间就是我们工作了一天 很累啦 可以给到我们一个温暖又可以休息的一个地方 还有它的臭臭这个 我每次 我每次叫它的这个臭臭 它的臭臭有一个称号 叫Hot Dog 叫Hot Dog仔 因为它好像Hot Dog啊 这个空间呢 是我最喜欢的 这个空间是我的idea 这里是我的化妆牌 然后这里我放一个椅子 这样每天工作累了 晚上就可以坐这里休息 打开听歌 下idea 小明天的计划 放轻松 OK那么这里就是我们的衣橱啦 左边是Nikki的 右边是我的 然后这里我们也有放了一个全身镜 这个全身镜是之前为了拍一部MV 然后才买的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厕所啦 厕所就变紧 没有得看到 很脏没有洗 啊我要洗 那么从我的房间走出来 旁边就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我这里这样子是没有摆东西啦 然后 站在这边呢 可以直接看到第三楼 好 那么这里有两间房间啦 这一间呢 是搬在那房间 我们就没有进去了 然后这一间 就是我的gaming room 来给大家看 叹叹 哇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gaming room呢 是因为我在上一个月的时候 我就有开了一个新的频道 一个游戏频道 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subscribe啦 所以我就需要一个空间 来拍我的gaming video 那么这里我有放一台相机啦 就是拿来录我在玩game的时候 然后我就会坐在这里 打我的game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setout啦 其实这个房间我还没有完全的布置好了 因为我过后会打算放一些game的poster 挂在墙壁上面这样啊 然后还会再做一些灯光的东西啦 等我真正完成好过后 我应该是还会再拍多一个video 来介绍这个房间 不过我是会upload去我的第二个channel啦 这里还有一张船啦 就是平时打给人打累了啦 可以躺在这里休息或者睡个觉 又或者是我跟你吵架的时候 我不用睡客厅 我可以睡这里咯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到第三楼 那么第三楼呢 只有一个房间罢了 这个房间就是我的工作室 来带你们参观 哇 这个是整个家最大的一间房间 我就把最大的一间房间来当成工作室啦 那么这里就有两台电脑啦 这台是我的电脑 这台是Nikki的电脑 那么平时呢 我就是坐在这里剪接的啦 我影片的后期工作 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做到完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存放video file的hard disk啦 我从2015年就开始存了 2015 2016 2017 2018 2020 我从以前到现在的影片哦 我都有收藏起来 不过这个hunties哦 不只是拿来存我的video file啦 我也拿来存 哎 然后在两台电脑中间的墙壁 我就有挂了这幅画啦 我觉得这幅画很有意思 很符合我们工作的环境 be creative open your mind stay away from drama 然后这里就是Nikki的工作位置啦 平时公司的账目都是她打理的啦 这里呢就是我们开会讨论剧本的地方啦 我们的idea啊 全部都是在这里构思出来的 那么这里有一个价值 价值就是发公司的账目 然后道具箱 我们所有的道具 都全部放在这边 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平时我们是怎么收道具 怎么找道具的 这边呢 我们就有放一台电脑啦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找 闹钟这个道具哦 我们就会打闹钟 然后这里就会显示说闹钟 在ae的箱子 然后我们就会去找ae的箱子 这个就是ae的箱子 我们就会打开 然后我们就去里面找闹钟 这个就是我们找道具的过程啦 我觉得这样子做会比较方便 然后整个效率也会比较好 那么这里就是我们放道具服的地方啦 我们所有的道具服都在这边 就好像这件尴尬矮默期的衣服 尴尬爱我情 这件就是之前常有在我的影片里面 穿的警察衣啦 有什么事我要听她去讲 然后这件Naruto衣服 就是之前Roland穿的 家里还有一个很中二的Houseman Roland 这件就是每次谁在我的影片 演妈妈角色哦 都是穿这件衣服 你这个不听话的孩子 你不去找回来 没有找回来 你就不要回来 好 那么这一次的House Store就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愿意花时间收看 那么这个MTO大家一定要乖乖待家 我也会待在家 努力的拍影片给大家看 好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video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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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